今天就是端午节廉价第一天 早上六点国道就涌入了首波车潮 刚举评估今年是比去年车潮爆量 南下路段可能还会一路塞到下午四点 而且国五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塞车 而这回是取消了夜间免收费 不过夜间的车流量是反而比免费钱多了六万辆 因此无论日间或是夜间 上国道的通行量都整体攀升了 廉价首日小客车六点就涌入高速公路 南下路段北中南都在塞 中立到杨梅的五阳高价塞爆 杨梅又一路塞到新竹 时速不到40公里 国一的彰化浦岩仁德 还有国三的英歌龙潭 龙井彰化和中心系统 加上国五南下直到中午都还在塞 要直到下午四点南下车潮才有望疏解 国五在晚上的十点八点以后 就开始出现去宜兰的一个车潮 那延续到今天清晨的一点 那整个车潮才消退 民众质疑是因为取消夜间免收费 才会大塞车 但不止国五塞到凌晨 看看今年廉价第一天的通行量 预估将达280万辆次 比去年多了33万辆 就算取消夜间免费措施 但深夜时段也是比去年多了6万辆 不管白天夜晚都在塞 贺神蛋更拿出数据 说夜晚的造势率降低了 建树跟去年的端午节是一样 但是因为今年的车流量增加24% 所以认真来讲 欢迎单位化来讲的话 今年的造势率在大家的宣传 以及我们警察同仁们的幸福之下 应该基本造势 在至少在昨天晚上是没有增加的 还是强调不鼓励夜间开车 不过却挡不了爆量的车潮 国道时速一片红通通 行政院长林全也上路视察 但亲自走的路段都不是地雷区 走国道 那么发觉确实是非常顺畅到这边 不过目前这个时间还没有开始 真正拥挤 贺神部长跟我讲说 应该是接近中午前后 所以我们还会要密切观察 院长部长赶场视察 端午廉价交通 成了上任后的重大交通考验 过了第一天 后面还有三天廉价 加最后的返乡潮 让隔渊们不敢大意 优点TV王一军嘉宁新北市报道